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一个父亲我们总是要物美价廉 所以我们第一个永远往最后那个unsell那个地方 走到最后面去看 然后有两个rack 然后我们就在unsell里面 然后我跟儿子我们就在选 他在选一个 我选一个架子 我们就在挑挑挑挑挑 结果我们两个人挑挑了同样一件衣服 一模一样的款式 一样的颜色 一样的样式 我这一件就要29.99 他的那一件要49.99 然后就比了半天 我跟我儿子看了半天 发觉 29.99跟49.99最大差异在什么呢 49.99那一件 他有一个 hold the logo 我的那一件没有 只有在后面的影子 然后我就问我儿子说 你要买哪一件 他说我买49.99这一件 我说为什么不买29.99 他说爸爸 他的daddy 哪有人看衣服说 你看我有一件polo 什么意思 每一个人都在找寻一个identity 都在我们的里面 找到一个mark 放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呢 人家走上看的时候 哦 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 把我们的identity 我们的身份 在印证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在北美这个地方 我们有看polo 对不对 昨天我跟我分享了 我在台大校园的糗事 你们很多人不在的时候 可以再讲一遍 不过这是更精彩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喜欢逛台大的夜市 台大夜市公馆 夜市那边就有卖这种地摊货 3100块 当然都是卖假货 我昨天晚上讲到说 3100块的假货 那时候最流行的 就是鳄鱼牌 鱼伞牌 跟这个企鹅牌 昨天没跟你讲 在台湾那时候假造 不只是我昨天讲了 共鳄鱼母鳄鱼问题 那个企鹅 不是 那个鳄鱼 朝左边开口 还是朝右边开口 也是一个看真假的 一个关系 那时候我就问老板 我说老板啊 这有没有真货啊 我说这3100块是真的吗 他用台湾话讲 他台湾话说 笑点呢 你气笑 就是说少年原来你疯了 他说3100块 还有是真的呢 我心里面很纳闷 我就放下这个想到 下个摊子走 然后这个老板 就把我拦下来说 下来来下来 蹬来蹬来蹬来 你回来回来 他说我告诉你 虽然我这个3100块是假的 可是我比下面那个摊子上 会增一点点 我心里面想说 天啊 这个logo 三种不同的logo 说展现给人的一个价值 我们愿意买一群假货 来衬托 来烘托我们的身份地位 可是更搞笑的 其实是我一直没有找到 网上一直没有找到这个 但是那是我 后来这光月是看见的 我到另外一个地摊货 当然是假货 我看到另外一件提衫 让我啼笑皆非 是一个企鹅 撑着一只雨伞 射在热鱼上面 三位一体啊 就是世界上就有这么样一个 具有创造性的人物 把三个最好的 当时我们最流行的名牌 把它集中在一个logo上面 代表什么 我们人在不断地寻求 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有什么可以值得 让人家看来 称许的 所以 我昨天又开始讲伤感情的东西了 这个 是我们人一生的 一个里程碑 对不对 从婴儿 一直到 最后的死亡 我想在座的各位 你们大部分的 年龄层 你们自己可以大概去猜一猜 你们大概都在 都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尊敬的老长 拨拨 叔叔阿姨们 你们大概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 面对这样子一幅图画 我们人 对这件事情 你会产生什么样的解释 基本上大概三种讲法 第一种讲法呢 stop sign 人死如灯灭 对不对 死了就没了 死了就算了 那第二种可能性呢 照佛家的讲法 或者照这个印度教的讲法 你可以轮回的话 死亡以后可以再投胎 再搞一次 对不对 只是看你这辈子做的是什么 你要下台做鸡 做狗 做牛 做马 你上个辈子的业障 你就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那第三个可能性呢 或许死亡的后面 是另外一个 像一扇门一样 走过去的 你对这个人生的解读的 不同的答案 会取决于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如何去标定 你在生命当中的那个记号 今天晚上 我就想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这个财主 这个财主 他在他一生当中 他自己想要留下来的 一个名号是什么 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 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地方 他是这个财主 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马衣 这当然当时最好的 等于是他的Polo 对不对 也当时的君王将相 皇家贵族 是紫色的这个袍子 为什么呢 在地中海沿岸 在菲尼基那个地方 有产生一种紫色的贝壳 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 对弟兄姊妹讲 有一个卖紫皮布的 一个妇人有没有 那种 对Lidia 那种是从棒壳里面 抽取出来的燃料 去做Royal的黄袍 所以穿上紫色的袍 是一个富贵人家的表身 而这个人天天奢华艳乐 艳乐这个字 其实跟我昨天晚上 我们提到的 那个财主 无知的财主 有没有他说 我可以做多年的积续 我可以吃喝快乐 同一个字根 其实这个艳乐 没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呢 穆加福音十五章 讲到浪子的比喻 还记不记得 当父亲看见浪子回来的时候 他说要宰下牛羊 我们怎么样 我们来一起吃喝快乐吧 所以吃喝快乐 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是你看见没有 他后面这个人 拉萨路 是一个乞丐 他的身上长满了疾病 长满了窗 连狗都来舔他 他自己想要得到的 就是这个乞丐 对 这个乞丐 想要得到这个财主 他桌上能够掉下一些零碎 能够来冲击 后面很有意思 二十二节 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到 放在亚巴拿的环里 这个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回去想想我刚刚看的那幅图画 从婴孩到墓碑 So far so good Right 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 跟各位听众 不是跟我们开玩笑 有时候真的要跟弟兄姊妹 我们要好好反省 有时候我们在北美华人的基督徒 我们一直在想 我们在地上当财主 我们到天上当拉萨路 两个好世界都沾到了 但在基伏图画里面 你看见的是什么 财主他没有姓名 拉萨路有名字 再回到想想我前面的那个logo 这个财主他之所以被认为是 一个身份地位的表征 是因为他穿紫袍 穿他的Polo 他可能天天去吃Buffet 可能吃这边的台湾小吃 最近这几天被弟兄姊妹 照顾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不敢跟我太太说 我在外面吃香喝辣的 我在外面天天奢华咽乐 财主 他的身份地位 就是用这样子来做个表征 有时候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的美国梦 我们想到的 一个大房子 两个车库 我们的孩子上好学校 然后我们有好的工作 家庭环境等等的 可是他说 后来这个财主 红色这个字 他也死了 这个拉萨路被带天使 带到亚邦罕的怀里面 我们不想到他到底 真正他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 在这边圣经上 我不想做多加的解释 但是 当时候他们穿的怀都是 这个袍子是很大的 这个单字 这个英文的单字 对不起 这个希腊文 他原文的单字是说 是好像 这个很宽大的衣服 他可以把这个人给 包裹起来 还记得小时候 有时候比如说 我们小朋友 我们小孩子跟我讲 爸爸妈妈好冷啊 我们会把他踹到我们的怀里面 有没有 来保暖 这个就是内附图画 这个拉萨路 他现在被包围在亚伯拉罕 他这样子一个温暖的 一个怀里面 是被天使带去的 没有讲到他有埋葬 我想这个财主 这个乞丐大概就会被丢到 一个乱葬缸里面 对不对 这个财主呢 死了 他写埋葬了 我们可以想象 可能在他的这个 我们叫做Funeral Service 或是他的这个 兵仪葬礼的礼仪上面 可能很多很多的人 会来跟他歌功颂德一下 说这个人 这个财主 他是怎么样的乐善好施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好父亲 怎么样是一个好先生 等等等等 我们人生的 用这幅图画来描述 我们觉得就在这个地方结束 所以你觉得是 人死如灯灭的话 我们的想法 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这个财主 是我们最羡慕的 还记得来参加过的 昨天晚上 我刚会告诉各位 这个墓碑的故事吗 在这个墓碑上面 你可以学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 将来你们的名字 都会在上面 第二件 每一个人都有 他的出生年月日 每一个人都会 有一个他生命终结的日子 而在这个两个日期之间 就是这一条线 我昨天也讲过 我在我的电脑上面 我把它画成一个英寸 因为中国人讲寸金难买寸光阴 所以就画了一个 2.54公分的这一条线 我们的一生当中 就是这2.54公分的总结 在这个里面 我们要放下什么东西 是待会我继续跟你们分享的 那中间下面有一个 很大的方色的框框 我们中文叫做墓至名 就是在那个里面 在这条空间里面 你写下一句话 来总结你的一生 你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 来放在这个框框里面 当我们的后代子孙 或别的人来看见 来看这个墓的时候 他说 这个人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当时弟兄姊妹跟你讲说 你们回去以后好好想一想 越早想出来 这句话是什么 你们的人生 就能够找到更丰盛的人生 我敢保证 因为每个人 你们将来的名字都会在上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按着地命 人人皆有意思 所以回去 自己画一个图 然后放在桌子前面来思想 把你明明说 不要写我名字 可是我们中国人 面对这种死亡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忌讳 比如说孔老夫子 我们的孔子 当子录或记录 在问孔子的时候 他说 他问鬼和神这个事情的时候 孔老夫子他回答说什么呢 他说 未能是人 也能是鬼 这个人这个事情 你都做不好 你还管那个鬼神的事情干什么 然后子录不死心 他就问 那么请问这个死是什么 是什么回事 孔老夫子怎么说 他说 未知生 焉知死 他说你这个生命 活在当下这个事情 你都搞不好 你还管什么死后的事件 所以你们看见 我们儒家的思想系统里面 我们对我们的人伦 做了很多的规范 我们的君君臣臣父子 我们人伦之间的关系 孔老夫子帮我们 做了很多很多的 在儒家思想上的道德规范 可是孔老夫子 他对我们人生的终极归宿 他没有加以琢磨 他大分的时间讲 会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们大家也听过 禁鬼神 而远之 他也不愿意去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儒家思想 在这方面 并不更多提供我们 我们人死了以后 到底有没有一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孔老夫子 他可能会去想 但是他说 先把这个生命好好活下来 再管死的事情 可是今天晚上 我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想想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是死的话 你不晓得什么是生 你不晓得我们的生命的终结 以后的世界 你现在没有办法 好好地在这个世界上 过现在这个生活 其实不只是孔夫子 在逗到东汉时代 王聪这个人 我读了他一些文章 特别读了《论横》这本书 在网上都可以去查 说川普 我读完以后 这个人冲其量 就是一个无神论者 在这个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人之所以生者 是精气 死了以后 我们的精神 这个气就灭掉了 那什么是精气呢 就是我们的血脉 那人死了以后 没有血脉 没有血脉 就干枯了 干枯了以后 精气就消灭 消灭以后呢 我们的心体就朽坏了 朽坏以后就成土了 还要谈什么鬼 这种事情 因为他这一篇是在 变鬼 在论鬼这件事情 论死这个事情 就是来破除 这个人死后 有这个 这个死后世界的 这样子 它称为迷信 所以中国传统 我们讲说 人死如灯灭的概念 是才来自王冲的 人死了以后 人死如灯灭 所以他用了这样子 他自己的逻辑 你看见 他的世界观 你们告诉我们 没有这个死后的世界 所以 这个鬼的东西 这死的事情 你们不用太在意 可是圣经上 没有这样子 跟我们讲 在刚刚所读的 这个圣经里面 路加福音 继续告诉我们 这个人 这个财主 这个他 在阴间受痛苦 我们先不管 这个阴间 是这个事情怎么样 我先告诉你说 在我们的圣经的 世界观里面 告诉我们 人死了 埋葬了 如果前面第一章 或是放到头影片 就是到此为止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决定 那我们就在 这个世界上 我们今朝悠久 今朝醉 我们就在这里 吃喝玩乐吧 可是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 有一个可能性 死以后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而那个世界的结局 取决于我们现在 面临所做的一个决定 所以他在这个阴间受痛苦 看见拉撒路 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所以他要求亚伯拉罕 把拉撒路拆过来 沾点水 能够让他解解渴 亚伯拉罕就告诉他 你回想 你在地上 生前 他们两个人的遭遇 跟现在 他们的遭遇 那么我今天的重点 不再讲这个阴间里面的 这个事情 他们的 这个 这个主要的 但是我要必须要有一件 很快的 跟各位分享 是 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我们对于阴间 对于地狱 已经深深地受到 儒家跟道家 思想的 我把它称为 它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阴间 地狱的观念 来自那种 阴朝地府 十八层地狱 阎王殿 阎罗王殿的 那种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用中文 来解释阴间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地狱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是在中国 道教 佛教的 影响下面 来看刚刚讲 阴间这个事情 但是 包括我们的英文 我们英文讲 hell 讲grave 这个地狱 或者是坟墓 也是他们英文的系统 所以 我们用中文圣经 用英文圣经来读 可是我们的思想 脉络体系里面 却是在 要来解释一段 犹太人的背景 这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为了能够让 我们更清楚地 看见 到底 我们人死后以后的 所存在的状况 我今天必须要用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 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 刚刚讲的 阴间那个单字 我画黄线的 在希腊文 在希腊文里面 叫做 adis 就是 是一个地底下的世界 他们犹太人的观念 是在地的下面 有一个 有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面 是人死后 要去的地方 至于人死后 去的地方里面 在做什么 这段刚刚念的经文 告诉我们看见 看起来是有两个 不同的区域 我下面会继续讲 一个区域 是看见 拉萨路 在亚巴胎怀里 一个区域是 这个财主 他所在的地方 但至于他里面 有什么刑罚 这个我们讲 同样的道理 我们 我们经常讲 天堂与地狱 有没有 天堂这个字 圣经里面 没有这个字 这是佛家的字眼 我们在圣经里面 只有讲天国 我们从来没有 天堂这个字眼 我们有地狱 但是我刚刚讲 当我们翻地狱 这个概念的时候 变成佛家 道教的思想 我们就很难 真正地去进入到 它的这个 情境当中 所以我这边不是要在 讲很多很多 所谓地狱 地底下世界的事情 只是告诉各位 这是一个人死后 去的地方 这是阴间 真正讲到很有 讲到永远的刑罚的事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跟各位分享的 叫做Gahina 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 你会读到一个字 叫做心嫩子骨 有没有听过 在以色列 耶路撒冷城的外面 有一个西 叫做Kedron Valley Gahina 这个字 这是两个字 跟放在一起 就是心嫩子骨 说穿的是 以色列 耶路撒冷 他们外面的 垃圾 掩埋场 是他们在不断 烧垃圾的地方 所以看到这个烟 不断地上来 所以以色列人 对地狱的 就是这个Hell 真正受永远刑罚的概念 就是说 就像我们外面的 那个垃圾掩埋场一样 一直在冒烟的 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 一共只用过12次 其中有11次 我再讲一遍 11次是主耶稣讲的 12次讲到 这个永远的 刑罚的地方的时候 有11次是主耶稣讲的 只有一次 是雅各书第三章里面 讲到的 但这个 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哇 这个 有坏消息了 这个看起来 好像大事不太妙 现在讲到死 然后讲到死后 还有一个世界 这个死后的世界 看起来好像 还有一些玄机 所以开始讲一些笑话 也不是笑话 其实是真实的故事 这个我们在台湾都要当兵 刚刚跟这个张长老谈了 我们俩都在台湾的时候 他比我早好几年 他在当兵 我当时我们也去当兵 我当时被发派的地方呢 是在福州的外面 叫做马祖 这个地方 我在那个岛上 我是一个稍微军官 每天就面对着 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看见这个渔船 商船进到马尾的外港里面 那么在那个岛上面 生活其实非常苦 没事做 不是不是没事做 很多事情做 其中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 做沙包 要盖公式嘛 那么阿兵哥呢 在岛上面最有 最期盼的就是 礼拜天那一天 可以出去看电影 其实不是看电影 是看电影 卖电影票的小姐 因为有人曾经看完小说 这马祖啊 都是男生 他说连那马祖岛上的 蚂蚁都是公的 所以礼拜天如果去看电影 看看这个小姐 会觉得阿兵哥心里 会觉得比较舒坦 结果那天早上 这个连长就把所有的阿兵哥 集结在一起 他说这个师部 就是应该讲师部 有命令下来 今天有两个消息 要告诉各位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们要先听哪一个 然后阿兵哥说 报告连长 我们中国人要先苦后干 他请问什么是坏消息 他说坏消息是 今天我们全部停止休假 我们要做三千个沙包 哇 阿兵哥就说 天哪 要做沙包 好不容易 礼拜天我可以去看电影 然后一个阿兵哥不死心 他说报告连长 他说请问是什么好消息 连长说 好消息是说 我们这里的沙子 我们这里的沙子很多 弟兄姊妹们 朋友们 你们为什么会笑 你们会笑的原因是什么 是这个好消息 其实并没有解决 我们刚刚前面的坏消息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好消息好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必须要先知道 这个坏消息 是坏到一个什么地步 你才会开始去思想 感谢这个坏消息 对不起 好消息 对坏消息所带来的这个解释 坏消息是什么 这个财主他所面临的坏消息 是亚伯拉罕跟他说 对不起 我不但不能把拉萨卢派过去 给你喝水 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跟你之间 有一个深渊限定 没有人可以从我这边过来 也没有人从我这边过去 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 你将来所处的那个境界 已经决定了 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了 这是坏消息 财主听见这个消息以后 你们看见 我觉得我亮这个红字 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一个 他讲的 既然是这样子 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 看到四个字的时候 我发觉这个财主里面 他心里面那种 那种后悔 一种爱莫能助 或者他对自己于事无补那种 好吧 那既然这样子 那怎么办 他既然这样子怎么办 他想到一件事情 他还有五个兄弟 还没有 还没有机会来认识 所以他要求拉撒路回到他的兄弟那边 给他做见证 好 叫他们不要再到底来受苦 那么什么是好消息呢 亚伯兰告诉他说 其实拉撒路不要回去 拉撒路不需要他死里复活回去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你的五个弟兄 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日子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可以帮助他们的 就是我用绿色写的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他们有上帝的话语 他们有神的教导 可以帮助他们来认识上帝 也就是说 坏消息是没有错 你现在只能定在这个 但是好消息是 好消息是 地上的人 他们仍旧有机会 我们这群人 我们有机会 我们的机会在于 我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语 我们有圣经的话语 那拉撒路不死心 他说不对啊 这个我们人 如果有一个人回去 这样子的话 他这个见证的效果 不是更大吗 有没有 有时候你会听见 很多木道朋友会讲说 神在哪里 你把神先给我看 我就信了 你显个神迹给我看 我就信了 亚伯拉罕 或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什么呢 如果人对于上帝 上帝的话语 没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跟认识的话 行再多的神迹 也不过是成为这个木道友 跟我们迂回 打交道的一个借口而已 因为他们有先知的话 有上帝的话语 即便有再多的神迹 他们也不可能去认识 所以今天我要回到的是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现在要回到拉撒路 他的坏消息跟好消息 我先来问 现在这批人 我们所在的这批人 我们有上帝的话语的这些人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的坏消息是什么 我们的坏消息在新约里面 罗马书第三章 跟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我不晓得你们是否要开始报税了 还是已经报完了 你们每一个人 大概一月底的时候 都会拿到一个form right? 你们w2 在w2上面 你们看见这个字 你的wage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工资 这章章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犯罪的结果 我们所得到的代价 我们的公价是死亡 我们的代价是死亡 现在又变成一个非常伤感情的问题 我刚刚不但讲死 现在又讲到罪 这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中国人对罪这个字的概念 我开始讲过 我们讲到阴间 讲到地狱 我们用中国人的想法去 道家 佛家的思想去想 一旦讲到罪的时候 我刚才把这 我们都是用法家的思想 莫子的思想 在商鞅变法的思想 在想什么叫做罪 包括我们自己造的字 我们这个罪这个字 请问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们要查 慈海或查字典 你要查哪个部首 这个部首 你们叫做四字部 对不起 这个慈海里面没有四字部 你们要查哪一个部 查非字部 对不起 没有非字部 所以要到底要查哪个字 这是这个小传 它里面的这个字 有没有看见 这个上面是什么 两个叉叉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在中文里面 我们叫做网字部 天罗地网的网 记得罗马的罗怎么写吗 天罗地网的罗怎么写 我们一直讲四位罗 四位罗 有没有 不是的 四那个字 是一个网 罗是抓什么 下面是抓鸟 有没有 追 是抓鸟的 所以天罗地网的网 是抓鸟的 那么这个罪 它在抓什么呢 它在抓飞 可是飞这个字 你们仔细再看 这个飞 像什么 像不像两个人 他们在背对背 像不像 再想一想 我们背叛的背怎么写 上面是个北 有没有 但是那个北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它的简写 它的缩写 什么叫做背道而驰呢 我要你往东边走 你偏偏要往西边 所以你就是背叛 你是背腻 有没有 你背道而驰 那个背字 是这个飞字 但是也可以说是 鸟的这个翅膀 在飞的 飞的 所以对罪的 对中国人 最基本 最早期的观念是什么 是抓到 这个为非做歹的人 被逮到的 叫做罪 也就是什么 现行犯 被逮到的是罪 那没有被逮到的呢 你有办法 如果你收红包 没有被抓到 你有办法 你考试作弊 没有被老师逮到 你有办法 中国人的观念 只有被现场逮到的 那才叫罪 没有被逮到的 我们自己可以洋洋得意 可是这个不是 圣经里面 罪的观念 所以我明天会继续讲 另外一个 罪的定义 但是今天我用 传统式的方式来讲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罪的定义 圣经里面 罪这个字 其实说穿了 就是一个弓箭手 他在瞄准一个靶心 他在射靶心 结果他没有办法射中 这个靶心的中间的 这个Boseye的状态 叫做罪 还记得我想 刚刚前面讲的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果神的荣耀 是这个靶心的话 我们都亏缺了 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都没有射中 那个靶心 没有射中靶心的结果呢 我在这边洋洋洒洒地 从这个加拉太书 跟哥林多 前书里面 列出来了十八项 不同的罪 在这个罪里面 弟兄姐妹们 或朋友们 你们自己可以对号入座 你们看看 你们犯过哪些罪 就我自己来讲 我偷过钱 偷过我爸的钱 可是每次偷就 每次被逮到 每次就被修理过 我自己没有做蓝童 我没有青蓝色 但是 我有淫乱 因为主耶稣说 你看到这女神 有没有 动营念 有没有 小时候念 不是小时候 年轻年大学的时候 喜欢看漂亮女孩子 如果我说 我没有犯过 邪当的罪 我想我有脑恨 我有纷争 我有嫉妒 我会为人家生气 更重要的 贪图虚名 再别在我们这个大学的领域里面 谁不希望有一个好的光环 谁不希望我们自己有好的研究经费 每次人家说 比如说我那时候发了一篇paper 在Nature上面 大家来恭喜 恭喜恭喜 我说没有 哪里哪里 心想这里这里这里 因为每个人都喜欢 看了 我讲过 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 总是要用一些东西来 衬托你自己 说你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弟兄姊妹 我如果跟你讲 如果今天我没有幸福了 我可能是全世界最糟糕最糟糕的一个 一个slay driver 我想我的学生会在我的下面 他会被我整死掉 或者是看到别的教授 他们升等拿到奖 拿到他们的grant 我没有拿到 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或者是酸葡萄的心理 他是拿门子 他做的哪有我做的好 等等的 然后就开始比了 比来比去以后就觉得 全世界人都亏欠我了 所以我自己 当然我当然没有醉酒 我也没有荒咽 但是 有时候会记恨 也会震惊 我跟人家竞争 各位你们看见 在上面这里面 并没有讲到 我们过去中国人传统讲的 什么杀人放火 做奸犯科的那种东西 有没有 这里面所讲的 都是来自于内心世界 这种对上帝的 最高的标准的亏欠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 我们对于这种亏缺 这个概念 我们都没有好好去思想 比如说 弟兄姊妹们 你们要不要特别去找 黑暗这个东西 你们要到处去 在这个房间里面 去收集黑暗 你们不需要收集黑暗 为什么 我们就要把这个灯关掉了 这个房子就黑了 什么是黑暗 黑暗就是没有光的状态 什么是生病 生病就是不健康 什么是撒谎 撒谎就是不诚实 你们看见 我们讲到的坏的层面 一定是用一个最高的好的东西 前面加上一个负好 也就是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 我们有一个绝对的 正确的 最高 最完美的那个目标 可是那个把心没有打到 上帝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我在这边 跟你们赤头敞开 我自己不是一个圣人 我只能告诉你 我是一个达不到上帝标准的人 而在这个结果里面 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他的罪的公家 乃是死 所以你说 有人跟我说 哎呀 我为什么是个罪人 我说因为你会死 世界上死亡的存在 圣经的世界观告诉我们 是因为这个罪 它真实的存在 所以罪 它不只是一个达不到标准的状态 罪其实它也是一个力量 它会在纠结我们 它会在控制我们 让我们无以自拔的 我们就在这个罪的捆绑里面 我们永远跳脱不出来 这是我们的坏消息 我们坏到一个地步 我们毫无光景 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来做任何的改进 是Marco Mockridge 讲过一句非常 发人深情的话 他说人的败坏 这个事实 是能够用经验来查证的 就是你个人的经验法则里面 都知道 我们心里面 你真的是在夜蓝人静的时候 你自己去想 我们心里面 许许多多那种 肮脏污秽的 最黑暗的角落 有时候连我自己 都不愿意去碰 更不要讲说 我和跟我的太太去分享 可是经验上 我们可以证实 可是我们人的理智上 我们却不愿意承认 我们是一群败坏的人 我还是个圣人 圣人就是 人无圣贤 孰能无过 圣人都有三分过 所以孔子都不是圣人 那我自己也不是圣人 那就无所谓 大过不犯 小错不断 可是我们的败坏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罪人 我们每一个罪的工价 乃是死 或许你们也听过这句 人家问过我们 一个俏皮 一个很tricky的question 他说人类的死亡率是多少 还记得那个墓碑吗 我们将来 我们名字会在上面 人的死亡率 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百分之百 你说这个罪 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告诉各位 这最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这是我最喜欢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过去吃饭的家伙 这是我的艾滋病的病毒 这是一个电子显微镜 让各位看见 这个病毒准备 从这个细胞膜的表面 这黑黑的地方 它开始慢慢冒出来了 你们看见 然后最后成为一个 一个球 分切割以后 它就成为一个病毒 准备去感染下一个细胞 而且你可以看见 在这个下面 有很多很多黑色的小点 他们在准备 看起来这个地方 准备要产生第二个病毒 那你说这个病毒 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告诉各位 我在这个病毒身上 学到了很多很多 刚刚后面要跟你讲的 罪的这个功课 在这个罪的里面 你发觉 这个病毒 看起来好像 很漂亮 你看我们用卡通图 把它画出来 看起来还 漂漂亮的东西 但是这里面却隐藏了 许许许多多 让人可以自死的 很要命的 它的精英在里头 而且你看见 这个已经是 已经出去的 然后我刚刚讲过 这个地方 看起来还有第二个病毒 它要准备 要 要开始 复制 那么 它出来以后 各位 看见这个病毒 它中间 这像不像个木乃伊 有没有 像不像埃及的 那个木乃伊的棺材 这里面就躲着 就躲着整个 它的 我们叫做 在病毒上面说 是它的基因组 它的基因组 在里面 那我们用这个染色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 这个病毒 染出来以后 它会 开始要感染 它最后的目的呢 是把它自己的 遗传信息 迁入到细胞核 变成人 身体里面的一部分 那你说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跟着我去想 我们来做一些 数学上的游戏 这个 这里有两个 做比较的 一个是艾滋病的病毒 一个是我们人 我们的基因组 我们的genome 它的大小 base pair呢 就跟我想 就是一个 一个测量的单位 所以 在这个地方 这个病毒 是9乘以10的三次方 就是多少 9000 9000 base pair 那么 这个人呢 是3乘以10的9次方 是三个billion 那你说 这个有什么 我们在数学上 做个数学公式 9乘以10的三次方 除以3乘以10的9次方 等于多少 3乘以10的负6 300万分 就百万分之三 你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其实也是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再想想 如果9乘以3次方 我们当成一公分 一公分的话 那么3乘以10的9次方 把它放大 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30公里 变成30公里 所以你看一下 想想看嘛 你开车 开30公里 然后多开一公分 少开一公分 有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个小小的病毒 进到人的身体里面 什么大不了 不过占我全部身体的 百万分之三而已 可是弟兄姊妹们 当这个病毒进来以后 它完全地改变 这个人的生命 在它复制初期的时候 这虚线是代表病毒的数量 在前面一两个礼拜 它会急剧地上升 你会得到像感冒的症状一样 因为发烧 你的免疫系统下降 所以咳嗽 流鼻涕 觉得啊 这个感冒药 然后没有多久呢 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 它还是会回来 所以它会暂时地把 你看我们刚开始的 黄色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了 所以它变成高峰 后来慢慢慢慢回升的时候 就把这个病毒 把它压制下来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加以 任何治疗的话 这个病毒啊 它每一天就在那边 就蚕食 侵吞你的免疫系统 五六年 七年八年之后 大概最多到十年 你没有做任何的治疗 它终有一天 就完全地takeover 彻底去除掉 你自己的免疫系统 这是我们在非洲 所看到的这个病人 在他的身体里面 也不过就是多了 九千个base pair 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而已 这是金三角 这个吸毒的人 右边这个呢 老爸爸 这个年轻的人 其实你们在知道 在河南有一个爱兹村 有没有 当年大概十几年前 他们捐血的时候 所受到的交叉感染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卖血 结果就得到了这个病 你说有什么了不起 他进来以后 每一个人的生命 全部都改变了 到现在你知道 在整个 我每一年 过去几年 我都会在南非去教书 每年夏天的时候 到南非 带学生们做 艾滋病的研究 几千万的人 在每一年在南非 要死掉两百多 就是整个非洲 死掉差不多两百万人 就死于这个疾病 一开始的时候 也不会就是一个人 开始所发展出来的 这么一个病 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在 遗留性病院上面 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 叫做Patient Zero 就是零号病人 从这一个人开始 他感染了很多人 然后这个人继续 做别的不同的感染 然后呢 就整个族群 就受到了污染 所以换成我们中国人讲法 你还记得刘备 他最后告诫 他的儿子 阿董 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他说 小小的一个恶 会摧毁你的人一生 So Jeremy Taylor 这样讲 没有一个罪 是小的罪 Not a single sin is small 勿以恶小而为之 这个罪 在上帝的眼里 是非常非常 严重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现在回到 属灵的角度来看 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刚讲到 我们讲这个 罪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这个英文叫做sin 我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叫做self-independent nature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 我在分享 这个财主的故事的时候 他用了好多个我 有没有 我的仓 我的仓储 我的田产 我要这么做 我要这么办 我的灵魂 人 在历史上 曾经做过一次 人的独立宣言 而这个独立宣言 成为最进入到 这个世界的一个起源 昨天我也有分享过 因为来到 apple这里 所以必须要弄一些 apple的玩笑 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 他告诉他 如果你吃了 这个善恶树的果子 你就可以知道善恶 你可以知道善恶 有弟兄姊妹 和朋友们会问到 我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 我知道什么是恶 那我就知道 怎么样去做善的问题 可是我刚刚问 弟兄姊妹 我刚刚提过 什么叫做恶呢 恶就是缺乏善的一个状态 或是结果 所以你一定要去搞一个吸毒 吸毒吸一下 觉得吸毒很可怕 所以我就不要再吸毒了 或者是你要抽根烟 知道这个烟多呛 所以才不会去抽烟 或是你要喝个酒 喝个烂醉 吐很难过 overhand 然后你才说 我不要去喝酒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善恶 你能不能保证 你每一次都选择善 而不会去选择恶呢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活在一个 充满善恶的环境里面 我们去选择 那么如果我们活在一个 全善的环境里面 你不觉得那是更大的 幸福跟祝福吗 因为我们所做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好事 我们所做的 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 我们人跟人的 人际相处关系 都是好的 我们不需要有那种 耳于我诈 彼此勾心斗角的 那种生活心态 你不觉得那个才是善吗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 痛苦 仇恨 忌恨 纷争 刚刚讲的十八项的事情 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有人说 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现象 弟兄姊妹们 生老病死真的是一个 自然的现象吗 是正常的事情吗 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 是不正常的 因为这个世界 出现过一件事情 就是罪 它进入到了这个世界里面 罪 它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它所带进来的结果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 罪是从一个人 入了世界 就是亚当夏娃 然后罪 又死 又是从罪来的 刚刚讲过 罪的公价乃是死 然后死 就临到了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我们人会死 它给我们最大的证据是 这个世界上 曾经在历史上 出现过一次的事件 就是罪 它进入到了这个世界 然后完全地摧毁了 当时我们现在 所在的那个良善世界 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 是一个败坏 堕落的世界 它的最终极的原因 是因为罪的存在 艾滋病的病毒 它进入到这个细胞 它摧毁了这个人 它的一生的生命的效果 跟罪进到这个世界 是如同一侧的 如出一侧的 这个病毒 借着细胞 进到了身体 艾滋病 又是从病毒来的 于是艾滋病 就领到了重细胞 因为重细胞 都受到了病毒的感染 你说罪这个东西很小 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病毒很小 没什么大不了 病毒进到我们身体 摧毁我们的人 罪进到我们世界 摧毁了这个世界 这是我们的坏消息 我们的坏消息是 我们活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 而这个罪 不是一个现行犯 被逮到的那个罪 这个罪 是一个没有办法 完成达到上帝 绝对标准的那个状态 而它所造成的结果 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怀胎的时候 我们生下来的 都是一群罪人 这在我的儿子身上 我女儿身上 我得到最大的印证 为什么 我们从小就教我们的小朋友 要乖乖地守规矩 见到伯伯阿姨 要说好 玩具要share 然后要整齐 要清洁 要有礼貌 可是从两岁开始 就出现了一个 很重要的单字 叫做 No 开始跟我对的干了 背道而驰了 有没有 No 我所叫他做的 他一定跟我说 No 我心里很纳的纳闷 我当时 在刚刚信主 两年不到 老大出来了 他变成Terrible Two的时候 我才读了这段经文 才重新思想 我自己 一个罪人的父亲 我没有办法 去要求 我生下的这个孩子 他也不是在罪孽的情况 你说孩子是无辜的 弟兄姊妹们 圣经告诉我们 天下没有一个 无辜的人 每一个人 都是罪人 这是我们的光景 这是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 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面对死亡 这个事情 神所给我们的 在圣经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教导 是什么呢 是罪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到这个地方 都必须要停下来的原因 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罪 尽到的这个世界 死就临到了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一个达不到上帝 永恒 完全 全标准的结果 结果 罪的公价 乃是死 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 最后上帝 或是上帝 所开给我的一张支票 所付给我的工资 是这个字 我辛辛苦苦 竭尽我一生 我做的任何的研究 等等 我最后 我必须要在死的面前 这个死亡成为 人生当中最大的 equalizer level the play field 每一个人 你还记得昨天 我分享大富翁的游戏 有没有 when game is over everything go back to the box 这是最 所带来给我们一个 最大最糟糕的 一个坏消息 但是问题在这里 现在我知道坏消息 怎么这么坏的话 我现在告诉各位 好消息 那么这好消息 你会知道 原来这个好消息 是如此的好 我们的坏消息 刚刚讲过了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然后罪的工价 乃是死 可是在罗马书三章里面 达到后半段 它的好消息是什么 它的好消息是告诉我们 是蒙了上帝的恩典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叫我们称义 拜拜的称义 罗马书的六章 二十三节的后半段 告诉我们 罪的工价是死 但是上帝的恩赐 上帝所给我们的礼物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却是永远的生命 昨天晚上 这个财主 他在纠结他一生地 为他灵魂去预备的时候 上帝说你是个无知的人 你自己所做的 只是为了你自己 今天这个财主 他天天奢华艳乐 比如说这个拉萨路 他有这样需要 他可能也没有顾及到 我们人都犯了罪 我们人都在自私自利的条件下面 我们没有办法来救自己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外在的所谓的帮助 什么帮助呢 这边提到的是上帝的恩典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要跟各位仔细来分享一下 在我们的旧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单字叫做 一个字典叫做 词言叫做恩典 什么叫做恩典 你不应该得到的 你不配得到的 你得到了 什么叫做怜悯 你本来应该得到的刑罚 你没有得到被豁免了 那个叫做怜悯 懂不懂的意思 你本来不应该得到的好的东西 你居然不配 居然得到了 你本来应该受的刑罚 结果没有受 反而被免去了 这个是恩典和怜悯 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他的救赎 他白白的 讲白白就是恩典 他让我们 能够在上帝的里面 得到救赎 你还记得 我们在这个 学物理的人 你们大概 或是学天文物理的 有一个单字叫做 奇异点 有没有 singularity singularity 就是在大爆炸的时候 它最早最早的起始点 是一个 高能量 高质量 所有的物理化学的程式 方程式全部会应用的 physical law 完全被推翻的 就是在那个singularity 那个点里面 是全世界 质量 重量 各样的能量 最集中的地方 然后从这个地方 开始产生我们的宇宙 至少这是Big Bang 其中的一个 一个理论之一 我把这个singularity 这个理论 放在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主耶稣基督 他承担了 我们全世界 所有人的罪 过去的 现在的 未来的 以前出生的 现在出生的 以及 未来还没有出生的 所有的这个罪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加以condense 加以浓缩 好像成为一个 这大爆炸的 重新的condense contraction 变成在他的身上 他肩负了 担负了 我们的重担 所以在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 讲过这句话 神让他的义 成为我们的义 让这个无罪的 成为有罪的 也是在 这个十字架上面的 就熟这个字的概念 是一个很大的两笔 在灵命上的交易 他取代了 我们的罪 来肩负我们的罪 免去了我们 因为罪的公家 乃是死的 那个永远的 那个刑罚 然后把他的义 附在我们的身上 来交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承受 上帝的永生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是从一个负无限大 到一个正无限大的 一个diagonal的一个差距 我不晓得你们能感觉到这样子 我们本来的环节 情景 是要永死 因着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的 这样子的一个 救赎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永生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真理 或一个真实的 值得我们信赖的 至少在我自己 应该讲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那时候不是基督徒 我开始念书的时候 在查经班里面 我不断地在思想这个问题 到底这本圣经 值不值得我的信仰 值不值得是我一个 安身立命的信仰 后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最后一个让我 算是临门一角 让我接受 主耶稣基督是 人类 全人类的救主 他的救赎的计划的时候 其实是 他从死里复活的 这个证据 也就是说 如果耶稣 他只是挂来 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 他充其量 他只不过是一个烈士 他只是像我们当年的 黄黄花72列士一样 他只是抛脱鲁 撒热血 为我们死了 但是他后面 给我们那段保证是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 具有生命 真理的这位上帝 我没有办法去 去得到说 他给我永远的生命 所以 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我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法直接去讲 是告诉我们 这个死亡这件事情 不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 如果死亡是 我们人生的终点是最 然后像这个阴间的拉撒路 在阴间的这个财主一样的话 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我昨天晚上讲过 你可以在坟墓里面 成为最有钱的人 但是对我们生命 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却告诉我们 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 因为我们永远的生命 我刚刚讲过 在耶稣基督是永生的 永远的生命 这是一个真实的 因为耶稣基督 他的复活 来证明了 这个永远生命 是真实的存在 更证明是什么 更证明他的确 在罪的这件事情上面 他做了一个 一笔勾销的工作 所以从此以后 这个罪 再也不能够独霸一方 所以保罗曾经讲过 这一句非常有名的 信心的宣告 他说死亡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我们靠主 可以得胜有余 上帝 主耶稣基督 这位真神 儿子的生命 他战胜了死亡 所以就很有趣 现在所以 如果将来民 有机会去东部的话 你们去这个 美国的这个 阵王僵尸公墓 去看 你会上面看到 很多很多很多的 这些人 你看那很多人 是十字架 当然也有一些新兴的 那个是他们犹太人 犹太教 清一色 绝大部分都是看到 一个十字架在那上面 然后更有趣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墓园 Cemetery 这个字 它的希腊文 是Cometarium 就得到我们现在的 另外一个英文单词 叫做Dormitory 什么叫做Dormitory 宿舍 如果弟兄当中有学生的 你们今天回去睡宿舍的话 你们回去要住在墓园里面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们开始认识到墓园 不过是一个 暂时睡觉的地方 只是一个Dormitory 只是一个Door 是我暂时睡觉的地方 我将来还要再起来 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 对以后的观念 产生的这个字 是一个非常具有决定性 化时代影响的 原来我们的墓园 只是我暂时睡觉的地方 将来上帝再来接我的时候 神再来接我的时候 我必须跟他一样在一起 我有一个永远的生命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对我们的生命 就产生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 苏格拉蒂讲过这句话 他说浑浑噩噩噩的生命 不值得一活 Unexamined life does not worth living 一个没有好好去思考的生命 不值得活 所罗门在真言书里面讲过 寻找我的就寻找生命 这个我的意思是寻找智慧 耶稣来说 我来释迦人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耶稣在约翰福音 十四章六节里面提到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谢谢 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们看见 在这个财主跟拉萨的故事里面 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 他让我们看见的是 我们人所面临的这种 生命当中的困境 但是上帝却给我们安排的一条出路 我们今天人类最大的困境 所要解决的问题是 我们自己必须要认识到 我们是一群没有达到上帝标准的人 这群罪人 我们的代价就是我们都会死 可是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 最后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台湾的牧师教我的 他说人死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有审判 审判以后是去永远的死亡刑罚里面 还是去永远的生命里面 是有两种 他说就有两种不同的死 所以他用台湾话跟我讲 我把它翻成中文 讲国语的话 他说你生一次 你要死两次 如果你生两次的话 你只要死一次 什么叫做生一次要死两次呢 我们出生从母胎出生过一次 你要经过两次的死 一次是我肉身的死亡 第二次是这个永远的死亡 在阴间 或是应该讲那个 Gahina里面 而不是刚才 Adis那个字 但是如果你生两次 尼克迪姆来见耶稣 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 尼克迪姆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你要进神的国 你要见神的国 你必须要重生 他说我都长这么大了 还能进母胎里面再生一次吗 他说你要从天上来的生命 你要再生一次 所以那台湾牧师跟我讲 如果你生过两次 一个是母亲 母胎里面出来 一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重生 这样子的话 你只要经过一次的死 就是我们这个肉身的死 因为将来 我们都会从我们的宿舍里面 我们重新活过来 我会从我们的墓园里面 我们会重新站起来 所以当我从这样开始思想的时候 我才发觉 基督教里面对罪的教义 对罪这个字的教义的教导 有一个最正确的认识的话 它给我们人类带来莫大的盼望 因为它让我们看见 原来我们这群不完全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这种 天灾人祸人心的这种败坏 今天的战争 都是这个罪它所产生的结果 可是我们不会在这样子一个权柄之下 我们永远地受到这样子的挟制 因为我们有个最大的盼望 而这个最大的盼望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从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证据 是我们是一群有希望的人 既然是一群有希望的人 所以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遭遇 我们人生的困境的时候 我们会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应对态度 所以在那个2.54公分的那条线里面 我们放进去的就不是苦毒 不是埋怨 不是记恨 而是很多的恩典 感恩 感谢 知道上帝在这条路里面 所跟我们放下的 是为了我们将来在永远的生命里面 祂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但是它影响到我们 是在我们的世界上 我们要好好的 不是每天穿Polo 或者是雨伞牌 企鹅牌 鳄鱼牌的这种名牌 也更不是我们的大房子 而是想到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在我们的周遭当中 还有多少那个五个弟兄 财主的五个弟兄 所以我今天给基督武家的挑战是 在我们这个周遭社群里面 有多少人还没有听见摩西和先知的话 我们向他们做见证 我们还在活的时候 我们所见证的 是的确在历史上 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基督 这个摩西的话语 让这五个弟兄听见了 将来在基督武家里面 他会说 我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这是我给弟兄姊们你们的挑战 我希望在这个步道会里面 我不只是福音的朋友们 与您经见上帝的话语 我更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 我们把这个福音 把这个好消息 来跟我们的左右灵社 那五个弟兄们来分享 所以最后 我想用我最喜欢的其中一段话 C.S. Lewis 他说给我的一个 另外一段发人身形的话 来跟你们分享 为什么我这样子一个 学科学的人 我会相信上帝 或是基督教的信仰 他讲过一句话说 我信基督教 就如同相信太阳升起 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 而是因为借着太阳 我看见了一切 基督教的信仰 帮助我对我的人生 有一个重新的聚焦跟定位 让我可以看见 原来我在世界上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世界观 因为基督教教义这个罪的 这个概念 他给我提供了 许许许多多完美的答案 也就这样讲 主耶稣基督 他们对我们人类败坏 所提供的这个 就是我们去做病 看病 他是一个很好的 pathologist 他做了CT scan 他做了MRI 给我们开出了我们 十八般这种不同的病 他说我们犯了罪 我们这个病是罪 self-independent nature 可是主耶稣基督 他所给我们的配方 他所给我们开的药方 却是最有效的 也就是说 他给我们的description 我们的human nature 这种deprivity 我们人类的败坏 是最一针见血的 可是他所给我们的 一个永恒生命的解救的方式 也却是永一生之久 一直到永远的 所以我每次想到好消息跟坏消息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非常地感谢 因为像我这样子一个罪人 我本来应当要在上帝的永远的行巴里面 他却把我这样子一个罪人 从祸坑 淤泥中拉起来 把我放在一个静光的磐石之上 这是上帝的恩典 这是上帝他奇妙的作为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临到我 但是我知道今天晚上 他也可以临到在座的你们当中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来思想 神你对我们这样子一个奇妙的恩典 以及在我们周遭有 还有这么多的福音朋友们 他们自己还没有听见 或者还没有认识到 上帝你话语的宝贵 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 你为他们而死 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恩典 救恩 主 今天晚上求主 你自己的圣灵 在这群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当中 你来做工作 让他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 能够进到他们的心里当中 能够成为他们今天晚上 回去思想 反省 在他们心里面产生沉淀 愿求主耶稣 你自己圣灵的宝贵师 来引导他们进入真理 孩子也为在基督五家的弟兄姊妹 来祷告 为这群可爱忠心服侍 有见识的弟兄姊妹们 孩子求主 让他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的 他们可以向许许多多的 财主的另外五个弟兄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亲人 家人来向他们做见证 来看见上帝 那样子一个伟大的恩典 一个白白称义的救赎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 感谢大家